他有注音符号 对不对 那你就看得懂 65岁的郭志良 带着学生一起念尽私语 这景象让他想起过世的父亲 他小的时候也鼓励我跟我弟弟 多多读书这样 他认为读书或念书 好好的读的话 是一个人人生 可以翻转的唯一的一个方法 父亲爱阅读 也深深影响家中的孩子 他和姐姐决定把爸爸 留给他们的一笔钱 用来买书送给国小学生 实际的书宣 其实我觉得他不但是 亲近阅读以外 他其实更能够让他静心 但是让他烦躁的心 能够更加沉淀 心发好愿意天下无灾 想让学弟妹在校内 有空间好好的阅读 毕业25年的王家辉 也促成这段好姻缘 书都还蛮旧的 还有破页 然后就是说 进去其实一次 你就不会想在那边 长久待 善的循环一棒接一棒 要让学童透过阅读 获得知识力量 也回馈社会 大家新闻节新王朝中 高雄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杨栋梁